開始 哈囉 大家好 我今天又想到來直播了 那今天直播的原因 蠻簡單的 是因為我很久沒有當著大家的面開箱了 那今天 今天我們工作室這邊 新買了一台電腦給小編使用 那這台電腦我們之前沒有寫過開箱文 所以我覺得 可以來開箱給大家看一下 那今天在現場可能會有一點吵 為什麼呢 因為我帶著我們家狐狸子到我朋友的咖啡店來 那狗狗 就變成說現場會有三隻狗狗 那三隻狗狗有的時候會互看 不是很順眼 所以他有的時候會怒吼一下 那大家如果聽到很響的聲音的話 那就稍微見諒一下 那廢話不多說啦 我們就直接來看 我們買的這台筆電 我們買的這台筆電是我們今天下午剛到貨的 剛到貨的也是華碩的 那很多人都問我說 欸 為什麼我這邊都進 都是華碩的筆電比較多 那事實上 我買華碩的筆電的原因很簡單 就是 為了皇家 那皇家的維修其實對我們 來說是 就是以我跟小編們的生活圈來說是比較方便的 因為我是住高雄市 然後高雄市有兩間可以維修 兩間皇家 然後我們的小編住在台南市 台南市有一間皇家 所以其實 基本上對我們來說是比較方便的 然後再加上 那像最近 華碩的 簡單講是職場問題 職場問題 然後 沒有機會 就比較少機會 用習慣了 以後就比較少機會去摸一些其他品牌的東西 那也沒有關係 有機會我會 我們如果有小編指定說 就是在添購他個人設備的時候 有指定要其他品牌的話 我們也會再買其他品牌 然後這是我們的 我們的小編 我們的研究生指定要的 指定要的機種 他是 華碩現在的 筆電有三大系列 認真講有三大系列 就電競系列 電競系列就是 ROG跟STRIX STRIX這系列 OK 然後 或者是叫Gaming的系列 Gaming系列就是叫 FX開頭的 那個 我們之前前面有跟大家介紹過 FX502 就是屬於Gaming的系列 然後接下來就是 ZenBook系列 那ZenBook系列 它有一些名字 那多數的型號都是用UX開頭 包含我們今天要介紹的這一台 ZenBook Pro UX550吧 沒記錯的話 我看一下 喔對 我們今天等一下要開箱的這一台 叫UX550D 那為什麼叫ZenBook Pro呢 事實上 我一直覺得這是一件滿好笑的事 就是 華碩 取習到的人 好像無法完全脫離主機板時代 那種命名方式 看看他聽到他在叫 OK 好 那無法脫離他那個命名方式是什麼 就是 他這一系列呢 效能比較好的 好的部分 他就會 他就會在後面加一個Pro 包含這是以前我們主機板上 才會有的習慣 但是這麼多年 華碩之路沒有改變 所以呢 他在ZenBook系列呢 效能比較好的 效能好的就是 它的硬體規格好啊 它的螢幕也好 什麼都好的 的規格 那個型號 他就會在後面加一個Pro 叫ZenBook Pro 那包含我們前面有介紹過一台 VivoBook系列 VivoBook系列 它的那個硬體規格好 效能好的部分 他也直接在後面加一個Pro 叫VivoBook Pro 那我基本上我覺得這種命名方式 呃 非常的老派 非常的老派 但是好像還真的滿有效的 就是滿好辨識啦 反正人家看到一個Pro 就是那個系列 效能屬於比較好的部分 好那接下來呢 我們來聊一下這台機器 這台機器它除了 它之所以叫ZenBook Pro 它就是除了它效能好以外 其實它這台 在外面前一陣子賣翻了 賣得非常非常的好 那這台我下了訂單以後 我也等了大概兩個禮拜才到貨 那現在直接開箱給各位看 那大家可以看到它完全沒有開了 我們沒有開的 那一樣 我們就一點一點開 因為我也沒拆過 所以我們慢慢來看這台機器 那我們先把它切開 OK 讓我來看一下 好 這是它的內 裡面就是這個樣子 大家可以看得到 ASUS 我把它反過來 這樣比較方便 可以看得到 ZenBook Pro的字樣在這裡 好我一樣一樣把它拿出來 等我一下 OK 它有送了一個 一個測杯包 我們先從配件開始看好了 一點一點看 慢慢來看 它送了一個測杯包 這個測杯包 我覺得啦 我覺得這個測杯包看起來 有點普通 我覺得這個要看起來有點普通 就是 它就很單純的 就只是一個測杯的 上班族 看起來就是一個 上班族在用的 一個一個一個公司包 然後前面有一個小袋 然後前面有一個小袋 這個我是覺得 還OK啦 反正 就不過是個包包 方便使用而已 大概就長這樣子 那 那 家綺那個我等一下再拿 對 謝謝 我剛剛叫了一杯咖啡 剛剛送來 然後因為 我們家狐狸子 對我們咖啡店的朋友 不是很友善 所以 所以先這樣子 OK好 這是一般看起來 就是一般的包包 那至於 哪一個 哪一家代工的 我看一下 沒有寫 沒有寫 所以也不知道 是哪一家代工的 好 沒關係 這個對我來說 這不是很重要 因為 我一般來說 我習慣用這種測杯包 這種 這種後背包 所以這個 因為 我覺得背後背的會比較安全 所以這個東西 其實我們 我們的團隊的 工作室的人都沒有在用 我們都是另外買的 後背包在用 好 這個先抽錢 先收到那邊去 然後要放到椅子上 OK 好那接下來就是 我們的本體 我們的本體 這個是 ASUS ZenBook Pro 然後 大家也可以看得到 那個 完全都沒有 都沒有 那個 熱手套都還很完整 都沒有開封過 然後 我來 開箱 我們就直接開箱吧 有點重量 好 OK 好 這個 我們 到貨的是 藍色的 藍色的 據說之前 之前賣的 非常非常的好 之前賣的非常非常的好 那 我原本 原本沒有貨的時候 跟他說 原本我們應該有機會 提前一週到貨 但是 因為我下單完了 原本我說我要 黑色 他說那時候黑色還有貨 結果我下單的那一剎那 那一剎那好像 台中那邊有店家 把 就把它賣掉了 把貨拖走賣掉 所以我又多等了一個禮拜 沒想到多等了一個禮拜 到貨就是 外面比較 比較搶手的藍色 那 沒關係 就先這樣子 那我們繼續看 先從配件開始 這個我們等一下再來看 因為我們等一下要拆它 要拆它 OK 好那先從配件開始 這個是 網路卡的 實體網路 RJ45的 接頭 然後我們可以透過USB去連線 它有送這一條 OK USB 3.0 USB 3.0嗎 喔對 它是USB 3.0 你看得到 藍色的 OK 那GT看 我慢慢的拆 這個 其實有的時候 我滿 我滿討厭拆這些東西的 因為 我覺得怎麼 哪來那麼多層 生氣 生氣 OK好 來來來來 束線帶 這個一直 華碩一直以來 UX 就是ZenBook系列 好像都有送的樣子 OK 然後 電源線是 電源線 這是現在有送的 這個套子 然後是用梅花筒的 然後 變壓器 充電器 這個體積有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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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因是因為它的輸出瓦數要比較夠一點 因為我們的UX UX550V 它是使用標準電壓板的CPU 然後又有1050Ti的顯示卡 所以 它本身的耗電量比較高 所以自然要用比較大一點的充電器 我把它拆開來 我把它拆開來看 看一下我們幾瓦 看能不能讓大家看清楚一點 它到底是幾瓦的 我把它拆壞 沒差啦 沒差啦 反正就是要用 OK 我看一下 幾瓦不容易看到 可能是因為我現在年紀有點大了 有點老花 所以我看的不是很清楚 但是 沒關係 大家可以看得到它的輸出瓦數 幫大家複習一下 那個 物理 P等於IV 所以自己乘一下 瓦數 19乘以 6.32 6.32 它就是它輸出瓦數 大家稍微看一下 大概這麼 我拿個比例池好不好 拿個比例池 這一塊錢太小 看有沒有大一點 沒有 好吧 那我們拿誇張一點的 大家都知道 這個大概 千元 千元鈔票的大小 大家看一下 這千元拆塊的大小 幫我看看是哪一家座 哪一家 哪一家 我要找一下 它上面還沒 不容易找到 等一下我們再研究好了 好不好 等一下你研究一下 OK 好 那我繼續看一下 還有什麼 送什麼配件 OK 沒有了 它配件就這些 光寶科技 喔 光寶的 沒有了 它配件就這樣 持續把它丟到旁邊去 你不要咬它 OK好 接下來重點 是這一台 這台 不多說 我們直接拆了吧 OK 好 大家可以看得到 它是 很漂亮的藍色 這個藍色 深藍色 我蠻喜歡的 那有個可惜的是 它 它這裡是銀色的 就是之前他們很熱賣的那個 藍金配啊 在這一台上沒有出現 那 不過沒有關係 就 銀色也還可以啦 我覺得 還算不錯看 重點是 買的喜歡嗎 這顏色 OKOKOK 你喜歡喔 其實黑色比較容易 指紋更明顯 黑色指紋會比較明顯 沒錯 OK好 那 可以看一下 它是15吋的 15吋的 的 的 筆記性電腦 然後它的厚度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是我的手指 好 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手指的厚度 比手指的厚度還要薄 比手指的厚度還要薄一點 然後 它本身 來看一下這裡 看得到嗎 可以 我的方向不容易看 你來跟大家講 這有什麼 應該是電源孔 這是電源充電的 這是HDMI HDMI 對不對 Tab C兩個 Tab C兩個 應該是都可以輸出 它那個螢幕 如果你有那個 轉接 轉接的話 例如說 然後這裡 是標準的 Tab A Tab A的USB 兩個USB的Tab A 對不對 然後這個是什麼 我這邊看不到 這個就是有點可惜的地方 就是那個Micro SD的獨卡機 Micro SD的獨卡機 為什麼給它Micro SD 不是標準SD 聽說是因為 主機板的空間沒地方塞 這蠻搞笑的 那不如不要給 那這個呢 這個是音效的插口 對不對 OK 好 那繼續看下去 因為 我這邊今天 今天因為我看的方向的問題 所以有的 我必須仰賴我們 我們那個煙九聲來看 OK 我們打開來看 很標準喔 很標準就是這個 薄邊框的 薄邊框的 所以其實它的尺寸 它的尺寸就是大概是 過去14吋的尺寸 過去14吋的尺寸 那因為完全沒有開動 所以我也 等一下我們 我們要當著大下面開動它嗎 可以 可以 先拆完再說啦 有時間再說 OK OK 那 因為它上面的 它會稍微做點厚度 因為它要把鏡頭放在這裡 之前 UX410的時候 就把它犧牲掉了吧 沒錯 我記得說UX410的時候 就把它犧牲掉 就是把它整個 做的超薄的 超薄的 它就變得比13吋稍微 它的14吋 做的比13吋還小台一點 但是就犧牲掉這個 對 那 因為我們UX310 Pro 有些人 會把它拿來當一些 比較簡易的商務機用 所以呢 它還是需要一些這個 對 它好像是 矩陣型的那個收音 有主動消灶的功能 有主動啊 那 用不到 OK 我用不到 然後它的 它的音效出口 喇叭出口 它正面有多少兩個 總共四個 總共四個 那等一下我們再看後面 那這裡有 OK 有一個 那很特別的喔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這一招是什麼 數字 數字鍵盤不見了 對不對 一般以前 我們14吋 15吋都會有一些數字鍵盤 那現在把它拿掉了 那我覺得這 這滿好的 為什麼呢 因為這樣子我們在按的空間會比較大一點 過去有 有數字鍵盤在的時候 那整個按鍵會稍微小一點 其實在打字上的速度 如果像我們這種打字速度比較快一點 就比較困擾一點 就比較困擾一點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這鍵盤 這是60%吧 對不對 大概60%左右 但是如果它加上一個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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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數字鍵盤的話 大概是收到50% 那如果像我們這種桌機跟 桌機跟筆電混合使用的人 就會在按打字上 就會覺得 不是那麼的順手 然後操控面盤 這個還不錯 還滿大的 一體式的 那右邊是指紋辨識器 支援Windows Hello 那阿倫一樣這樣子 可以去辨識一下 那當然貼紙大家看 都有嘛 i7的 理所當然 它既然是Pro 它理所當然是會是i7的規格 然後是 i7 7700 7700HQ 就標準電壓的 然後NVIDIA的 GFORCE的GDX1050 有鈦嗎 我忘記了 有鈦嗎 VD 這個型號有兩個 VD的是 VE是1050 鈦 對對對 OK 那我們就持續看下去 OK 那這次就是我們這一排 燈光好像在這邊 看不太出來 找不到 我們等一下再看 OK 好 那外觀大概是這樣 那我們來看一下背面 OK OK 背面其實就是美背設計啦 就是標準的美背設計 然後還有兩個喇叭的音效出口在這裡 OK 好那接下來我們來 來玩比較大一點啦 就 大家要知道我們這邊的傳統習慣 就是我們一定要拆 嗯 我們來試著拆拆一看 欸好像可以耶 那我們就把它拆開啦 按的時候我們特別去買 嗯 嗯 要拆拆它非常 其實非常簡單啦 就是 新型螺絲 那幾號 嗯 5號 5號的新狀螺絲 5號 華碩的是用5號的新狀螺絲 那一樣它拆的就是就把 就把每一顆螺絲卸下來就好 那我不知道它需不需要翹板來 來打開它 那等一下我們都試試看 盡量的試試看 依照這麼多根 它已經有這麼多根的 螺絲啊 我覺得 它的腳墊下面有螺絲的機會蠻低的 那等一下我們翹翹看 如果翹不起來我們再來 拆那個腳墊 因為華碩有些機種啊 有些機種它在這個腳墊下 這腳墊下它還會有螺絲 那大家可以看到 我在拆的時候 我很習慣性的 把它 把它依照 依照那個螺絲的相對位置擺放 那這是 這是我個人的習慣 為什麼呢 因為 我不知道 有多少人 拆過筆電 一般來說Windows介面 Windows的筆電啊 它的每一根螺絲理論上 是都一樣長度 就是 至少華碩是 華碩目前為止都是 但我不確定每一版都是 但是如果你有拆過那個 Apple的Mac MacBook 你就會發現啊 其實它每一根螺絲啊 它的螺絲啊 四周的螺絲 其實它是有存在一點點的差異 那除非你對它螺絲長度很瘦 要不然 一般來說 我在拆螺絲的時候 我都會 習慣性的用相對位置下去 下去弄 我試著把它拌看 好像有點卡住耶 看我們直播就是這麼刺激 OK 好 那先來看 這個地方我覺得蠻不錯的 它做了一個 一個幫助散熱的 這看起來應該是幫助散熱的 這看起來應該是幫助散熱的 我看它相對位置在哪 好 在這裡 應該是有點幫助散熱的效果 但 能夠幫助多少 我不是很清楚 但至少有 OK 那一樣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現在這個背板 其實是處理的 還算 比過去的版本還要乾淨一些 OK 往下看 好 嗯 我的方向 這個應該看起來應該是 Sansung的吧 是吧 Sansung的SSD Sansung的SSD 就是那個 讀寫 讀寫在三千 那個讀在三千 寫在一千多的那一顆 對不對 那詳細型號我忘記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們 我們哪一篇是寫的 那個 那個我們還沒 那個我們還沒公開 OK好 那沒關係我們繼續看 嗯 然後 電池的部分 在這 電池的部分 在這 沒錯吧 OK 電池模組其實蠻大的 對 電池模組其實看起來蠻大的 可以這麼講 嗯 要繼續拆他嗎 他有一個 他有一個護膜 欸 狐狸不要吵 那我們家狐狸子今天有點 因為他今天剛出院 他今天剛從醫院出院 我把他接出院 所以他有點躁 欸 好啦 可以了 等等喔 等等 等等 不要吵 乖 OK好 那可以看得到 這是 這部分是他的 他的那個 無線網路卡在這 然後也是可以拆的 那線路我看一下怎麼拉 他看起來就是拉在這附近 OK 然後 音源 音源 喇叭在這 喇叭在這裡 然後一下所有的燈光也在這裡 可以看到他是用雙風扇 他是用雙風扇出風的 雙風扇在出風 因為是HQ的關係 所以 他的 我要看一下 CPU應該是這一顆吧 應該是這一顆啦 我不是很 因為我們在這裡拆 我不想給他拆得太徹底 他的CPU 他還可以看得到 他的CPU跟 顯示卡 顯示卡 都是用 顯示卡應該是雙 有兩顆 應該是在這邊 顯示卡 他都有兩個 都有兩個 都兩個 因為他顯示卡也很熱 1050其實 顯示卡應該是有散熱片 那個因為有記憶體在旁邊 對啊 這個應該是顯示卡 因為他有記憶體 這有包到記憶體 這兩個是記憶體 這是記憶體 大家可以看近一點 在這裡 這兩個 這個是記憶體 應該這裡也是 這裡也是 要整個拆起來才知道 那這邊應該是顯示卡的部分 顯示卡的部分 然後這裡是CPU 應該沒看錯啦 OK 好 那 那我們的散熱器 就是分兩個 然後都是 除了 除了用熱導管以外 用熱導管 大家可以看得到 欸 他用 他是用銅漆片 都是用銅漆片 銅漆片 它的散熱效果 會 好一些 散熱效果 會好一些 就是導熱速度的問題 好 那大概看一下這個 應該是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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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應該是記憶體 他現在用記憶體 他直接蓋了一個 散熱片 給他做隔離起來 這應該是在這裡 記憶體應該是在這裡 大概 大概給大家看一下 認真講 認真講 我覺得 這一台 ZENBook Pro的 電路設計 認真講 比之前幾台 看起來漂亮 認真講 沒錯吧 對啊 電路設計其實蠻漂亮的 兩個雙風扇 這樣子出口 OK 那今天 今天開箱大概是這樣子 那我們要 有人想要看我們開機嗎 我們是完全沒開機 開機有包含了 初始設定 全部都要做 對啊 初始設計那很久 不要好了 好不好 好 那今天我們 我們簡單的開箱 真的 真的是完全硬派的開箱 就是 就拆嘛 就完全 完全拆給大家看 然後 一樣 這是我們 我們這邊的風格 就是說我們 有機器 我們就盡量拆給大家看 讓大家看看它裡面是長什麼樣子 有 喜歡我們 這樣子玩的話 就 好好的追 就追蹤我們的 粉絲團 追蹤我們的 部落格 這一台 我們 我們在找機會 大約 兩週吧 還是三週 兩到三週好了 我們會把它 整理成 一片部落格文 給大家 我猛人想到 它沒有 它沒有 那個耶 2.5吋的空間 對不對 它完全沒有嗎 完全沒有2.5吋 對不對 那也沒有 有沒有可以再加裝一個M.2的空間 我覺得OK 因為這個薄度 其實要再塞下去 有點 對有點難 有點難 但我覺得有的話當然是更好 可惜啦 如果有兩個M.2的話就萬歲 有兩個M.2 就萬歲了 但價格大概加個 加個兩千塊 兩三千塊 我覺得光是出現插草 就要加兩三千塊 如果再加一條上去 照目前 我們可以自己加啊 我們可以自己加啊 那沒什麼 那個SSD我們可以自己加嘛 現在反正前一陣子 前一陣子 我有貼給大家看嘛 粉絲團那邊 我有貼給大家看 Diudy的 Diudy的黑標 黑標 MVME的 不過才賣 256才賣 2700多 我不知道現在有沒有 大家可以看一下 可能還有 可能還有 但 我不確定 那 就台灣的神送 通路不容易看到 大陸 我最近在淘寶上看 Samsung的M.2好便宜 對 Samsung的M.2可以兩天 而且是效能非常的好 可是 可是台灣並沒有進口 所以你在網路上 台灣網路上 買的 就幾乎 好像只有原價物有 原價物 那水貨喔 它不薄啊 就原價物自己薄 它自己薄啊 壞掉算你倒了 這樣子 我沒有壓好嗎 沒有啊 應該是鎖上去就好 應該是鎖上去就好 OK 好 那今天我們的直播 暫時就先到這裡 因為 看著我把它鎖回去 其實有點沉悶 那跟大家提醒一下 我的 本事團啊 正在做一個抽獎 就是 iPhone X的保護殼 在做抽獎 那 如果手頭上有iPhone X的話 歡迎來參加一下活動 為什麼呢 因為 我發現啊 參加的人有點少 可能是我設定的 條件很苛刻的關係 為什麼呢 因為 我不想把那個保護殼 送給手頭上 並沒有手機的人 所以我有要求說 我有要求說 來參加抽獎的人 必須貼 貼上自己跟iPhone X的合照 有朋友在問說 第一件底下是塑料嗎 沒有它整片是金屬 它整片是基礎的喔 這都是金屬的喔 這都是金屬的喔 它的從A件到D件都是金屬的 它A件到D件都是金屬的 然後認真講 我覺得 其實做工我還蠻喜歡的 這台做的還算蠻不錯的 這台做的還 果然是 有價位的東西 就是會 感覺會比較好 一點點 哈哈 有價位 OK 那還有什麼問題呢 看一下喔 有朋友在問說 我們有沒有機會 直播開西風之神 西風之神 西風之神 有機會 有機會 那想看我們拆西風之神 那個拆的難度有點高耶 對 那台我記憶中 他拆的難度有點高 但 沒關係阿 就拆阿 如果有的話 可以阿 有機會啦 我只能說有機會 有機會但我不保證 因為 西風之神 我這邊 我這邊現在目前拆的機器阿 多數阿 不是我們小編 就是 我們發配給小編的 的設備 就是 我自己的 我自己幫人家做代購的客戶 取得客戶同意以後 在拆的 所以 恩 因為看運氣阿 因為西風之神的價位 希望西風之神會超越這台 超越很多很多很多 我也希望能拆 因為那拆起來應該很爽 而且我也蠻想 我也蠻想 開直播拆那個 華碩那台 隨冷 隨冷筆電給大家看 大家也知道 我的 老本堂是在做熱流的 做熱流的 然後對隨冷的東西 我可以講得更多給大家看 那 今天大概就是這樣子 還沒什麼問題呢 對阿 那個抽獎 我剛剛 差幾 抽獎大家來參加一下 真的 手上有iPhone X的 或者是你有iPhone X的朋友的 手上拿iPhone X的朋友 趕快叫他來參加一下 因為我設的那個條件阿 會把 很大量的抽獎部隊綠掉 就是 他只是為了這個獎品來的那些 他手頭上其實 他並不需要這個東西的 那些人 會被我 會被我設的那個 那個拍照條件綠掉 所以中獎金率其實 基本上蠻高的 目前中獎金率是100% 為什麼呢 因為只有一個人參加 就因為我設的那個說 你必須跟自己的iPhone X合照 所以 中獎金率還蠻高的 歡迎大家來參加 我在1月1號 1月1號我就來抽獎 大家的新年禮物 那 今天就到此為止 那 有機會 有機會的話 下一排 有機會我再開直播才給大家看 OK 那今天就在這裡 先這樣子了 因為我們家狗狗 大家聽到他躁動的聲音 他實在吵到不行 我們 盡快離開這裡 好 先這樣晚安 拜拜 我是阿花霍霧 謝謝